接著看一些題目 就是把前面該背的背完你就會了 有關於常見的元素敘述何者正確 導電導熱性最好的金屬元素是銀 所以A是錯的 第二種含量最多的氧細鋁鐵最多的元素是氧 然後再來是細 然後再來第一位的金屬元素是鋁 所以B是錯的 U是熔點最高的金屬 所以C也是錯的 所以豬是對的 石墨是唯一可導電的廢金屬元素 所以我們答案選C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可以嗎? OK 聯席7 誰錯 誰是錯的 帥哥男 帥哥男 張子民 你選豬 你選豬 那個磁條是鐵的氧化物氧化鐵 某一種氧化鐵 因為氧化鐵有很多種 某一種氧化鐵有磁性的 不鏽鋼 我們國中教就是鋰根個 鏽畫銀可以做港上材料對 鉛筆的筆心是黑鉛 黑鉛是石墨不是鉛 所以答案是不是錯的 誰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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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換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有嗎 有成真 C是錯的 你說 你說C是錯的 不如的榮點最高做燈師隊 金的活性小做金幣或做錢幣做師傅隊 日光燈裡面也有拱 所以會有發出紫外線也是對的 錯的是 馬口鐵鍍錫 做罐頭 白鐵鍍錫 做建材 我講過你看他錫上面有個日嘛 日是口嘛 口是可以吃東西嘛 所以罐頭嘛 所以馬口鐵鍍錫 所以呢選項豬是錯的 這就是很簡單你把前面該背的背完你就會了 把前面該背的背起來你就知道答案了 OK 再說一次把該背的背好 OK